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长谢国良化身成雏工 同时也宣布从今年8月1号起 学校的雏工在暑假也能领薪水咯 为了照顾和留任优秀学校厨房工作者 今年8月1号起 既用学校雏工暑假也能领薪水 今年8月开始我们特别追加预算 辛苦在学校厨房工作的阿姨们 暑假也可以致敗薪跟年终奖金 同时也为我们孩子维护厨房环境 也利用暑假的期间精进处理 我想我们是为了简单一个掌声 谢谢这些希望 那我们从上任以来真的推动了很多 包括营养午餐每人每餐 增加20元的政策 我们一切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吃得更好 更健康 我想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努力 大家都能看见 那我们也会继续的 好好的把这个 学校的营养午餐把它做好 那也很感谢有更多的 无论是业者专家HACCP 都投入在这个领域 在基隆 让我们的孩子吃得更健康 市安府教育处表示 今年暑假针对了营养师 午餐秘书和厨公 举办了卫生讲习培训课程 包括八厂卫生讲习 和两厂厨艺精进课程 总计有600人次参与 希望让丁县厨房工作者 学习更多烹饪技术 和创意发想 把学校营养午餐变得更美味 记者 黄绍明 基隆报导 基隆市场谢国良的罢免案 已经完成第二阶段 43000多人联署 名册查封送往中选会必查 罢免投票似乎已成定局 对此谢国良呼吁大家 踊跃出来投票 基隆市长谢国良化身为厨公 来到成功国小参加活动 针对基隆市选委会 已经向中央选委会 承报初步查队结果 目前第三阶段投票 似乎已经大致底定 市长谢国良这样回应 各位都看到我们从三四月都一直做很充分的准备 那我们一方面是让这个民众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市政成果 像最近早上的一些直播 虽然是跟通勤族问候 但其实我们都会带到我们的主要的政策 跟我们在推行的工作 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人 可以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 了解我们的一个市政成果 另外一方面就是也要鼓励大家出来投票 其实这就是一场选举 只是说过去大家没有见过这张选票 没有投过这样子的一个选举 这也是基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难免宣导起来会比较辛苦 但是我们会继续努力来呼吁 这其实就是公民权的一种 只是从来没有行使过 那还是鼓励大家踊跃出来投票 投下您心目中的那一票 市长谢伟良强调 这是基隆选举史上第一次罢名案选举 呼吁大家踊跃出来投票 记者黄烧民基隆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一家位在新北市的药商 在市议员曾宜芳的陪同下 特地斗警察局第三分局 制赠100多份的杯子蛋糕 给三分局所有的警员 也致赠感谢牌 感谢三分局原警 在最短的时间内 侦破药商公司 遭到诈骗的罕见案例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8月8号是父亲节 一家位在新北市的药商 在市议员曾宜芳陪同下 特地到警察局第三分局 制赠100多份的杯子蛋糕 给三分局所有的警员 也致赠感谢牌 感谢三分局原警 在最短时间内 侦破药商公司 遭到诈骗的罕见案例 也祝福三分局所有警员 父亲节快乐 在这一次案子里面 协助我们迅速的破坏 并且让我们这个案子 能够迅速的解案 并且让我们在管制药品方面 能够后续的处理 能够顺利的进行 非常感谢 这件其实是嫌犯利用 诊所与药厂之间的信任 提出这个订购单 来做一个诈骗案 所以非常感谢 我们三分局同仁还有侦察队 在第一个时间就可以协助民众 然后台北 刚刚分局长也有提到 台北跟基隆 两地这样子奋波 才有办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迅速过来 民众这边真的非常地感谢 那也是藉由今天父亲节 那特别感谢我们警察 人没有分离我的 来为人民来服务 来服务社会大众 所以这一点点的心意 要民众这边要带给大家 三分局侦察队长指出 药商遭到一名冒名 自己是医师身份的嫌犯 订购诊所医院使用的 第四级管制药品被发现 有益状而报案 经过三分局抽丝剥茧后 顺利侦破这起罕见的诈骗案 三分局也呼吁民众 千万不要有贪小便宜的心态 避免被诈骗之外 有任何诈骗的疑虑都可以询问警方 或是相关单位 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他们用各种的方式 就是比如说 现在大多都是用假投资 假监金 其中那个假投资 金额最高 他都是利用人性 投资的比小多大 他会说五赚不赔 保证获利 跟大家互议 那个都是假的 他甚至会用那个名人的影像 不骗 我们说的是什么大器人 张什麽多 还是说 他是什么谢什麽多人 财新专家 要请大家 信信大家的目光 信他们的投资 投资的那个异象 其实这都是骗人的 天下 有不老的过我们的白痴而不差 但是奉劝大家不要被骗 他有什么履历 尽快打 我们的转线 第六转线 还是我们今天拍手 去咨询 拍手 因为很详细的 跟大家说 跟我们做报告 三分局也由分局长回证药商 代表警方的纪念物 感谢庆祝父亲节的杯子蛋糕 记者吴俊松 七冬报导 再带你来看七堵区实践里民活动中心的 老旧天花板被4月3号的地震震裂损坏 里长张小梅向市议员张耿辉反映后 张耿辉就争取了近百万元的经费 协助先更新主要场地的天花板 同时也设置户外LED电子告示牌 七堵区实践里里长张小梅 陪同市议员张耿辉现地查看 目前实践里民活动中心 天花板的施工情况 旧有受到地震震坏的老旧天花板 都已经拆除完毕 接下来将开始装设新的天花板 由于受到4月3号花莲大地震的影响 实践里民活动中心的老旧天花板 被阵列损坏 为了顾及里民在中心里面活动的安全性 里长张小梅向市议员张耿辉反映后 张耿辉争取近百万元的经费 协助先更新二分之一左右 活动中心主要场地的天花板 保障里民在中心里面活动时的安全 受到里长的感谢 因为刚好又碰到我们地震的时候 本来已经有破损了 可是因为地震关系等同于 就是整个都已经非常残破不堪了 所以非常感谢一座这样子 非常帮忙我们实践里的活动中心 让我们使用者来讲非常安全 首先我也是很感谢我们事务团队 还有我们现在的实践里的里长 他很积极的建议 尤其称如我们张里长所讲的 这个经过这个已经长期 这个里民会堂已经十几年了 没有维修的 还有加上前一阵子的地震的关系 那里长我也有基于安全起见 也向我来征集 看看是不是能够协助 他们来一起改善 那我也很感谢我们市政 相关单位尤其在市长很关心的积极下 能够迅速的能够来协助改离 能够迅速的改善这个我们天花板的问题 因为实践里这个天 这个里民活动中心使用力很平安 非常平安 我也希望在这个施工期间 我们有经过的还是需要活动的 因为里民能够注意安全 那在市工单位我也希望能够 尽速的能够把它完成 让我们里民能够早一点能够享受到 我们重新拯救的一个空间 张耿辉也协助争取经费 协助里长张小梅设置活动中心户外的 LED电子告示板 让里民可以清楚了解各项市政活动讯息 张耿辉也呼吁市政府 应该要想办法协助实践里民活动中心 完成剩下二分之一左右损坏天花板的更新 确保民众的安全 因为里长张小梅很用心 善用活动中心空间办理各项活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针对中山一路人行道 什么地方可以合法停放机车的问题 让当地的居民产生疑虑 是因为郑文婷特别进行会刊 邀请各单位来厘清 画面上是中山一路的人行道 可以看到许多通勤族的机车都在这边停放 因为近期已经划设 机慢车停车阁进行管理 议员郑文婷特别邀请相关单位进行会刊 也希望提醒民众特别注意 一定要停在规定的范围之内 我想中山一路因为停车的问题 民众无所适从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办理这个会刊 交通处的这个承办人员来到现场 他很清楚的说明 在中山一路上只有画有白线的停车空间才可以停车 不分砖块的颜色 只有画白线的这一个空间可以停车 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这一个路段其实停车空间的需求非常的强 那尤其这边要出入的这个民众 他们都要爬楼梯 那如果把车又停到比较远的地方 对他们来讲确实是会有一些不方便 也感谢我们机车行林老板 他同意把他的这个店面门口 这边来提供给我们交通处来画设这个停车的一个位置 方便大家停车 那我想金融市停车空间不足 这个是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 那大家也尤其通勤的民众 大家在通勤之前需要骑一段这个路的机车 来到车站周边 那么停车的一个问题 也是市政府必须要帮民众想好解决的一个方案 参与会刊的中山里里长罗宇廷也希望 议员可以协助争取在地居民的机车停车优惠 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 有没有那种状况是我们可以停 但是就是只有否我们这边的居民 但是这里是公共的就是空间 那其实我们可以停大家都可以停 那大家不能停相对的我们的里民也不能停 那所以我们才想说 那在这个公共停车格这么满的状况之下 那是不是有可以有相关的单位 还是什么帮我们争取一下 就是说附近的停车场 然后对有一个里民优惠的部分 那让我们里民的选择性比较多一点 那我可以呢 我花一点点钱 然后有就是每天有固定的停车格可以停 这样子对 那大概是哪里的停车场 中山桥下它下面有两个机车的停车场 那跟我们北站旁边有一个机车停车场 那现在它的就是有固定月费的部分 那譬如说我们是希望就是说 譬如说外面的民众他可能一个月是五百块的月费 那对于里民有一点就是折扣这样子 那让我们可以多一点空间去使用 里长也有提议就是说一些收费的停车空间 能够给我们附近里民一个优惠的一个租金的一个优惠 那我们这边会后我们会再做更详细的一个联系 那跟相关的单位来做一个沟通 希望能够帮我们的里民争取到最优惠的一个方案 在基隆转运站周围 中山一路的机车停车需求很大 市政府也请机车族一定要停放在规定的区域内 避免受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苏西啊 你怎么还没到嘛 我们三缺一了 再等你一个 你在引法据点 蛤 引法据点是什么 基隆市引法人才服务据点 提供多元化服务项目 包含求职登记 个别化咨询 履历见诊及就业媒合 就业前准备课程 交流研讨会 真才活动 职场体验等各项活动哦 引法活动 世代共荣 去看不见 去看不见 你自己的声音 来看不见 我没有什么 你自己的声音 你自己的声音 不用管 你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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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想不想 你自己的声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覺得很好 因為可以快速通過 有先你當新人的那種感覺 好 社長 你被擋住了 好 我來把它翻開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視眠好朋友 你會擔心像剛剛的許願一樣 想要進出的時候 結果都被盆栽都擋住了嗎 我們7月1號開始 有一個盆栽整潔的專案 我們將會用綠腳鴨 來代替行人需要進空的空間 讓您可以有一個更舒適 更安全的行人空間 請一起響應我們的綠腳鴨 來代替我們的盆栽 盆栽擺放藥 不妨礙交通 不滋生蚊蟲 不製造髒亂 為了我們的乾淨家園 我們的盆栽要整潔喔 哇 這款酒好美又特價 剛好可以買來下週末的舞會上喝 等等 在網路 郵購 自動販賣機 無人商店等地方買賣煙酒 沒辦法知道買東西人的年齡 所以是禁止的唷 什麼 還要罰錢 一次有煙酒為依法販售 可拨打檢舉專線 零八零零八六七八九零 還有還有 購買酒類時 酒瓶上有這個優質酒類認證的標章 就會更有保障唷 網路竟銷言酒 優質酒類認證有保障 基隆市政府提醒您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中山熱林學習中心打造美味關係 實在好滋味的祖孫共學 祖孫共同動手食作美味料理 更能品嘗自己種植的新鮮食材 在主廚林里華的指導下 運用南瓜創作出一道道可口的佳肴 一道道好滋味擺上桌 這可是由南瓜製作出來的喔 這個是栗子南瓜 那其實現在的季節 栗子南瓜跟一般的南瓜 包括什麼牛奶南瓜 通通出來了 我剛剛在問了孩子 你們都有吃炸雞嗎 大家都會舉手 我說我也覺得炸雞很好吃 可是其實我們身體要平衡 不是每天都吃炸雞 我們要選擇原型食物 讓自己的身體有點綜合 那東西做要讓孩子喜歡 然後像爺爺奶奶牙口也不好 這個東西就很適合 這個就是南瓜糯米煎餅 其實它沒有只有加糯米粉 我還加了一點點麵粉起來 因為我希望它的口感就是不要太Q 可是小朋友會喜歡 然後裡面呢 我加了一點點蔓越莓乾跟藍莓乾 然後加了一點點白芝麻 然後讓孩子吃下來 裡面有一點點黑糖 非常的少量 因為這個算是下午茶的點心 從南瓜一顆到切好 到揉成粉 然後讓它煎成餅 這個過程還是看到了 因為我們希望 原型食物的呈現是一流的 就是看得見的 這個是我們剛剛 它的高湯是我們用南瓜 取下來的那個囊跟籽 我們把它煮了一個高湯 那個高湯下來煮 煮成日式便煮南瓜的概念 然後這樣的南瓜其實煮起來 第一個它形狀不會跑掉 因為我們是加了這個高湯 然後加了一點點醬油 然後一點點的糖 一點點的高湯 然後讓它燜住了 燜煮的時候它的過程不用翻動它 所以阿嬤吃很好 它不會軟 不會說很硬 然後很軟爛 而且這個冷食也可以 因為這是日式的料理 而且它是沒有油的 我覺得這些健康的東西 要讓孩子吃得到健康 也看得到健康 而且這個關係是建立在 阿嬤跟孫子之間 阿公跟孫子之間 共同去做料理的那個快樂 是無可取代的 美味關係的建立 就在這親手共同的料理上 精心規劃這一堂祖酸共學課程 讓爺爺奶奶感受到綿密的人際關係 現在很多老人家 爺爺奶奶一個人在餐桌吃飯 很孤獨的 那我們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讓他們喚起這種味覺 其實這種關係可以比較嚴密一點 那怎麼樣煮一個很好的一個健康 蔬食讓我們的兒孫也可以回來 一起共餐共食 那我們小朋友呢也是可以說 怎麼樣學會這些蔬食 跟爺爺奶奶呢 一起來準備一個很棒的一個午餐 或者是晚餐 這個美味的關係就建立在這裡 美味關係的建置上 還有親手種植蔬食 這是我們上次食農教育課 種的植蔬 然後現在已經可以採收來吃了 非常的好吃 一盤盤加油出爐令人大快朵怡 就感覺那個東西非常實在 還有素食 孫子更快樂 跟孫子一起學習 回家以後跟孫子的關係會更好 除了美味的關係 祖孫的關係絕對會加倍的好 因為阿嬤協會了很多好吃的 回家就可以跟孫子一起做一起吃 關係絕對更融洽 祖孫共學傳承烹論記憶 更是寶貴的親子相處時光 阿嬤一起做南瓜料理 我覺得很有趣 也很好玩 還可以吃到好吃的料理 我很高興能夠參加這次的 祖孫樂靈活動 和奶奶們一起做了好吃的食物 也吃到了非常好吃的食物 我感覺非常的開心 希望下次還可以在一起參加 在動手食作中 培養孩子們的獨立能力 並促進代監的互動與交流 讓祖孫留下美好的體驗 祖孫忘協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基隆市文化觀光局 將在七夕奇人節晚上9點 安排360秒的浪漫高空煙火秀 歡迎各地民眾來基隆 與親愛的情人 家人和朋友 共度幸福時光 基隆浪漫七夕煙火秀 讚 畫面上是記者會宣傳現場 基隆市文化觀光局 將在8月10號晚上9點 在基隆地標釋放360秒的高空煙火秀 只要在基隆市區就可以觀賞到燦爛煙火 文化觀光局長江廷梅 歡迎各地民眾來唱遊 基隆一日遊或安排二日遊 晚上觀賞煙火秀 當天晚上8點還會發放限量的精油手工造 那其實我們想創造的不只 單單只是一個煙火秀的一件事件 我們更希望能夠推廣更多人 在七夕的時候可以來到基隆 從早上就可以來我們的和平島 看我們的阿拉寶灣這樣的一個場域 然後之後可以到我們的正濱的一個 漁港的色彩屋 以及我們很漂亮的公車站 以及到我們的正派的一個 新的一個那個OT的一個場景 就是我們跟在地青年做的一個 一個場域的一個咖啡的一個店 然後再來就可以到我們的 耀塞施定部以及到我們的 大沙灣的音樂場域 然後度過一整天的一些活動 因為其實基隆現在已經跟以往不一樣 其實我們整個東岸廊帶上面 已經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好玩的景點 以及我們西岸 下午你們也可以到萬木山去走走 然後回到了我們 比如說我們的佛手動 甚至到我們的太平清鳥去閱讀一下 感受一下喝個下午茶的咖啡 然後晚上在基隆吃飯 最後可以在九點鐘觀看我們的一個煙火 其實看完煙火之後 我們也可以到 各位好朋友們也可以到我們的廟口之外 也可以到我們的委託行那邊去走走 然後最後呢可以到我們晚上的漁市場 就是我們的咖啡店 這也是北台灣最大的漁貨市場 甚至也歡迎大家可以住在我們基隆 感受一下 那今年也特別做高空煙火的部分 總共分為五個篇章 我們會先用璀璨盆花來揭開序曲 我們也在這邊推薦幾個最佳觀賞的地點 包含國門廣 海洋廣 還有我們的東岸商場這邊 基隆的夜晚文化觀光局也推薦一處新景點 就是配合青髮戰爭140週年紀念活動 第一次點亮的青髮戰爭紀念園區 透過光影設計營造出跨越時空的氛圍 成為基隆的夜間文化觀光新景點 市府充分結合基隆東西岸文化觀光景點的魅力 加上七夕夜晚的浪漫煙火 歡迎市民朋友和各地遊客 在七夕情人節 來到基隆一日遊或二日遊 共度溫馨與幸福時光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副議長楊秀玉特地和好姐妹們 頭戴可愛的蔬菜帽化身為蔬菜人 行銷七度南新市場 歡迎大家到南新市場採買 普渡拜拜用的蔬果肉品及南北貨 受到攤商和民眾們的歡迎 副議長楊秀玉領軍 頭戴可愛蔬菜帽的美魔女團 走進南新市場裡面 立刻引起攤商和採買民眾的目光 有的人開心地和行銷團打招呼 有的人更直接來拍照相當熱鬧 又進入中原普渡的時節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特地和一群好姐妹們 頭戴可愛蔬菜帽化身為蔬菜人 行銷七度南新市場 歡迎大家到南新市場採買普渡拜拜用的 蔬果肉品以及南北貨 也受到攤商和民眾們的歡迎 秀玉今天就是特別帶了幾位我們七度的美魔女 那就是角色扮演 戴上這個我們的蔬果頭套 一起來這個行銷我們七度的南新大市場 也是我們這個基隆市最有名的最大的一個傳統市場 那我們都知道農曆七月是這個採買的一個大的季節 因為這個中原普渡的關係 那大家大家都知道說我們七度南新市場 可以說是南北貨相當的多 而且我們的蔬果都非常的新鮮 而且非常非常的就是價廉物美 那我們歡迎這鄉親有空的話 多到七度來走走 七度不只南新市場 包括我們七度這個晚上的這個美食 就是美食的小吃美食街 那還有七度南新市場 包括有很多的美好 我們的山區有很多的一些景點 所以今天秀玉特別帶我們幾位美魔女 來一起行銷我們自己的城市 也歡迎我們民眾還有外縣市的好朋友 常到七度來 七度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你們來了就知道一定會愛上她 戀上她 也會發現說美好時光就在七度 只要有任何可以幫助七度行銷的事 副議長楊秀玉表示 都願意找好姐妹們一起來做 把七度的好告訴大家 美好時光就在七度 美好時光就在七度 在美好時光就在七度 我來跟她說幾位 我感到兩位 在那邊 等下 我會看8分鐘外 沒什麼的 台湾管辖最多的灯塔在哪里呢? 孤单又浪漫是什么职业啊? 马头宫的蜜语打鸟是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投资标股 卖向财富自由 欢迎你!让我带你走向成功! 偶根的老师就占了十万喔! 我刚才到人生第一场金啦! 注意! 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 五十万!包你吧!只有十个名额! 我要夹! 网络投资陷阱多!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拨打1.5版诈骗专线查询!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到100K不到5秒钟 但是一出门 我就看到 阿嬷要去拜拜 阿伯要去买菜 超保油门 我也只能轻轻的踩 学校附近五一大堆